Hello,大家好,我是Jesse 那我们上节课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的第一讲 我们呢,分别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课程简介 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Python3的这个性能 还有它的编码方式 这节课呢,我们呢,将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的后续内容 请大家呢,跟我来一起来学习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正式进入今天的学习 我们今天呢,主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Python3在数据类型与基本运算上 它呢,与Python2呢,就是一切主要的变化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数据类型 我们呢,会边介绍边给大家呢,做实力的演示 让大家呢,对我们这个Python3的这个数据类型的变化呢 有一个更深更透彻的了解 那么呢,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呢 还是对大家已经在Python3上了 那我们呢,就是123以顺序的形式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Int,也就是说我们的整形和我们的长整形 现在呢,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呢,为了更加规范化 更加统一化 所以说我们已经把它呢,都统一为这个整整形了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整形 我们只用这个,Int这个整形呢 我们可以表示任何精度的这个整数 而且呢,我们已经把它 而且我们已经移除了我们的这个 表示我们这个最大整数的这么一个变量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Int,它已经是一个最大的整整数了 所以说我们呢,为了规范化 那么呢,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已经不再 非常勇余的去区分 各种不同精度的整形了 我们只是设置一种整形 那么这种整形,它可以代表任何精度的整数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Lang和Int呢 被统一为一种类型之后呢 我们呢,就删除了我们的这个后缀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L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们分别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呢 现在我的这个2.7.1里面 然后呢,我现在呢 会给大家这样敲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 我是12345 那么呢,它就是12345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 我是这样的,它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对于长整形来说呢 我们在后面都会添一个L 这样的话呢,就是以后我们的整形做区分 代表呢,它呢 它呢,是超过整整形的这么一种精度 是一种长整形 那么呢,我们呢 再给大家在我们的Python3当中去演示一下 假设说呢 我还是有一个数12345 同样,这个时候我们Python2当中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呢,我现在它还有一个非常长的数 通过这个例子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非常长的数呢 它能显示出来的时候呢 它仍然是这个数 它去掉了它的后缀L 所以说这就表明了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呢 它的这个印的形和这个长整形 它呢,会统一成印的形 我们已经不再很勇余地去 很细致地去分它的各个精度了 因为这样做呢 它的价值呢不是非常大 所以说,请大家注意 我们在Python3当中 无论是我们这个数,然后它的这个精度是如何 我们呢,都用同样的类型 用这个印的类型来表示 那么呢,我们这个数据类型第二变化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True,我们这个False,还有我们这个Nan 现在都变成关键词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True和Fore呢 然后就是,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 是因为我们以前学逻辑的时候 这个真和假物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直观的东西 那么这个Nan 然后它这个关键词是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还是已经给大家写好了代码 然后让大家呢,编度代码 然后呢,边熟悉一下 我们这个Nan关键词 它是怎么来使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的这个Python的交本语言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使用了我们这个关键词Nan 所以说呢 这个Nan这个关键词呢 它呢,就这么来使用 就和我们的True和我们的Fore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定义这个函数的意思呢 它就是说我们这个Bar 然后它的这个默认值呢 它是Nan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Bar 然后它的这个值 然后它是Nan的话 然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Bar的这个值 破论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呢 再给大家临时扩展一下 比如说 我在这里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 在我们这个Python当中呢 去运行一下 那么我们看我们这个 程序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那么我们就会在Python3当中 运行我们刚才的小脚本 OK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那么我们呢 调用了两次我们的负函数 那么我们第一次呢 我们这个括号里面没有跟参数 那么这个Bar 它就会去它的默认值 就会是Nan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Nan的值呢 就给打印出来了 那么我们第二次调用 我们的负函数的时候呢 它的参数里面 它这个值它已经不再是空了 它呢,是一个1 所以说它这个值实际上是 处了 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Nan了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从我们的 一步循环当中跳过去 它最后就没有打印出来 就是我们需要打印的东西 所以说呢 这个程序就给大家 执行完了 实际上呢 它呢已经达到了 我们想的效果 所以说实际上 这个地方呢 还是请大家牢记 那么我们的处 我们的false 还有我们的Nan 现在都在我们的Python3里面呢 都作为关键词 大家可以任意的去使用 那我们数据类型第三点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我们呢 在这个Python3当中呢 我们这个 对这个二进制数据呢 它呢会有非常特殊的表示 那么这个呢 在今后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 注意的去讲到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 首先给大家提示一点的 就是我们得用B 后面加上相的字符串 来表示我们的二进制数据 那么呢 我们用这个U 然后就是再加上 我们的相的字符串呢 就可以表示我们正常的字符串 所以说这个二进制数据 和我们正常的字符串 它的表示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演示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就会在我们的这个Python3里面 我们现在连续给大家敲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敲一个B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随便输入一个字符串 那么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前面加个B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字符串呢 它是用二进制的形式来表示的 所以说用二进制数 我们要表示二进制数据的时候 前面已经要加上 我们的这个小写的B 那么呢 同样呢 我们呢 就是也可以用我们的U 来表示我们的正常的字符串 这个呢 实际上它呢 就是我们和我们这个二进制数据的 表示方式的对应起来 也就是说用它来区分的 一个呢 是二进制 一个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字符串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这打印出来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字符串 所以说呢 我们在我们的Python3当中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二进制呢 它呢 是有特殊的表示方式的 前面要加上B 那我们前面加U 或者不加U呢 其实都可以表示 我们正常的字符串 OK 那我们这个数据类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了 然后请大家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应该要牢记我们这三点 然后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int和lan 它会统一为int型 对吧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三个关键词 true false和lan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应该用我们的 这种B加双眼号 来表示我们二进制数据 然后呢 我们可以前面加上U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字符串呢 来表示我们正常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以便呢 和我们这个二进制数据呢 做出很明确的区分来 那么这个数据类型部分呢 我们简直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 Python 3当中的基本运算 它呢 主要的变化有哪些 首先我们给大家讲 我们已经移除了 我们这个不等号 也就是我们原来在 Python当中不等号 我们会这样写 那么它既是小于 又是大于 所以说它呢 实际上它是 等于的是我们的不等号 其实这个在以前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符号 就但是呢 我们现在为了规范化呢 我们已经不使用它了 我们使用我们很正常的 不等于 然后来代替我们的不等号 所以说这点呢 我们还是在Python 3当中呢 给大家做演示 我们现在找一下 我们的Python 3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 3呢 假设说我现在要输入一个 2 不等于3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反 反归了一个语法错误 它告诉我们呢 我们这个符号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如果这样表示 那么呢 这样子的话呢 它呢就可以返回正确的结果 所以说呢 大家已经要牢记 我们在Python 3当中呢 我们这个不等号 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变化了 我们已经要用我们的这个 一个碳号加上等于号 来表示我们的不等号 并且呢 我们在新版本当中呢 我们移出了我们这个 含糊的出发符号 我们的这个出发符号呢 在我们的Python 3当中呢 实际上呢 我们是只返回浮点数了 这个呢 我想就是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理解的 比如说我在以前的这个Python当中呢 比如说我要是用2除以5 那么我返回的结果 它肯定是0 那么为什么是0呢 那么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以前的版本当中 如果要是参数或者是印的形 或者是浪的话 那么它所返回的相数的结果 它就会是向下取整 所以说我们返回结果本来是2除以5 应该是0.4 对吧 是因为我们是用整形做出发 所以说它向下取整 所以说它最后只取到的0 它把最后那个点4呢 它呢就给忽略掉了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参数呢 是float 也就是我们的浮点数的话 它呢 或者是我们的负数的话 然后它呢 才会返回一个 相数结果的一个恰当的近似值 那么呢 这个出发的话呢 然后对于我们Python 3来讲呢 它既然是想规范化 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必要就是弄成这么 很繁琐的就这么一种处法了 所以说我们为了统一呢 我们就是现在这个 一个写杠这种处法 那么我们只返回浮点数 不管 那么我们这个备除数和除数 它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都只返回浮点数 并且我们这个除数和备除数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区分很多类型了 我们现在已经统一成印的行了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 它呢只返回浮点数 这个呢 就是也是非常必要的了 另外呢 如果说呢 有的同学说了 那我 如果说我是 1除以3的话 得到的结果呢 然后它呢 会是一个 0.3333333 然后它是一个 无限循环的小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希望它能取个整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像 Python2当中 然后去取整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 那么实际上 我们去使用两个除法 也就是两个写杠 然后就可以去表示了 那么这样呢 说起来那是有点复杂 那我们呢 还是在 这个 Python2当中和Python3当中 分别给大家去演示 那么大家呢 就会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Python2当中 比如说我要是2除以3 大家看它结果是0 为什么呢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 因为我们的除数或者被除数是整形的时候 它都会做一个向下去整 那么它呢 就会把我们的0.6666 所有的小数都给去整掉了 那么我们的结果呢 然后就会是0 那么呢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 2.0除以3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2.0 它是一个复点数 所以说它的反馈结果呢 然后就是会是一个 类似的这么一个金丝值 然后它呢 就会是一个 反馈结果呢 它也会是一个 复点数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2呢 它呢 就是对于这种处法的话 然后它的区分是很严格的 那我们Python3呢 为了统一化 那么我们就已经不把它 区分的这么细了 我们呢 就是只讲求我们的 就是比较重要的这种 代码的整结 代码的规范化 所以说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比如说我们这些运行的结果 实际上它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那我们在Python3当中 比如说我要是2除以3 OK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无论我 除数以后 背数除以后 我是什么类型的 就反正我现在就都是整 整形的 因为我所有的类型 我都统一成整形了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要是整形的话 那么我这返回的结果 一定是复点数 那么我不论它是什么类型 我都会反应复点数 这个呢是它统一的一点 那么比如说 我就想让它 线下去症怎么办呢 那么我是用双蟹杠来表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双蟹杠呢 和我们这个Python2当中 斜杠是一样的 它呢就是会起到 一个线下去症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给大家演示完了 那么请大家呢去牢记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新版本当中的除法 它是什么样子呢 它呢用一个除号 只能返回复点数 然后用 两个除号 那么它呢就会 像我们Python2当中的除法一样 然后呢会给我们 起到取整的效果 那么同样我们 第三载呢 我们就会讲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的对我们这个 类型的要求呢 它呢是很严格的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 我们 要执行一个 X小于Y 也就是当我们 X和Y它的类型 不匹配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呢 Python3当中 它是不允许它去比较的 我们多次给大家 想调我们这个Python的话 它主要是想象一种 规范化 所以说像这种 不规范的比较 那么我们在Python里面呢 就不会再 允许了 我们只允许 相同类型的值 进行比较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就还是会给大家 在Python2当中 和Python3当中 去举例子 然后请大家呢 去感受一下 它的区别 比如说 我现在举了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Python2当中呢 我们这个 两个比较的对象 它无论是 类型一样不一样 那么它呢 其实都会返回结果的 就但是大家知道 实际上这种比较 对我们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 Python3当中 它为了规范化 它呢 为了更好地定义 我们的用户需求 所以说呢 它呢 是不允许我们 来这么进行比较的 OK 这样的话呢 它呢会返回一个错误 它告诉我们 这个类型呢 是不匹配的 我们一个Intel型的 不可以和我们 一个字符串 和一个start型的 让我进行比较 然后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了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呢对我们这个 运算 对我们这个类型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OK 我们的这个基本运算呢 就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呢 我们呢 分别给大家讲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 主要是讲三点 对吧 一个是我们的 不等号的变化 我们不等号呢 现在只能是写成 这个样子了 另外呢 我们讲了我们的这个除法 一个除号 只能返回浮点数 两个除号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返回成 我们像Python2一样 那么呢 它呢 就会是给我们 叫一个取整的效果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这个Python的话 它这个运算呢 对类型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就比如说 像我们这个 比较的话 我们必须是同类型的 才可以比较 不同类型呢 是不可以进行比较的 那么这个呢 就也和我们Python2 不同的地方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知识 就给大家讲过了 虽然是有点杂 就还是呢 请大家呢 耐心跟我来复习一下 我们首先呢 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数据类型的变化 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基本运算的变化 那么数据类型的变化呢 我们也是主要给大家 讲了这么几点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三个关键字了 True False 还有None 对吧 然后呢 同样呢 就是我们也给大家 讲了我们这个 就是基本运算的概念 就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不等号的变化 我们的除号的变化 还有我们的这个 比较的这种 类型的变化 对吧 我们还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 Int和Long什么的 我们都统一成 印的型 这个就也是为了 规范化 对吧 所以说呢 请大家呢 在课后 一定要耐心的去复习 我们在数据类型 和基本运算方面的 这种变化 并且呢 就是自己手动的 去练习 然后呢 就是看看呢 它的 结果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自己 执行过了 然后它的印象呢 就会更深刻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我们的这个 语法部分 我们的这个 Print函数 和我们的 ESEC 然后这两个函数 它呢 也是在我们 PIN3当中 有重大变化 那么它有哪些变化呢 请下节课呢 大家跟我来 一起来学习 OK 那我们这个就撑到这 谢谢大家